大家好,我是Marsher,金珍菇 今天我们继续读一下 直播大战僵尸儿,人体毛发 脑袋越大越聪明吗? 心理诗询是 冷静草,冷静草,出了什么事了? 喊了你这么半天,你怎么现在才来? 快把这份文件给闪电,努委院长 好的,请进 院长是,啵啵啵啵啵 怎么又是你来送文件呀? 炎酱翻十六医生呢? 可能是我比较闲吧? 今天一个病人也没有 下次炎酱翻十六自己送来 别老是指使别人 好的,垂头上气 你们怎么回事 连失眠的小毛病都治不好 你们直接关门算了 请你冷静一下 这位患者别急 其实你的思眠是心理原因造成了 我们还是建议你到医院的心理诊室就诊 让我去看心理医生 你是说我的精神不正常 你们什么意思? 我要告你们诽谤 你们误会了 心理疾病不是洪水猛兽 它和其他疾病一样 要对病人进行科学治疗 哼,你是为自己的生意才这样说吧 你好,我是植物医生的心理医生 我叫冷静草 心理医生 你? 什么破医院,我不在你们这看病了 冷静草快过来啊 来了 对不起,冷静草医生 刚才说我们没有处理好 不怪你们,我先去找盐枪翻石榴了 那个有什么可以帮助你的吗? 我请问有没有办法把脑袋变大一点? 什么? 你是想把脑袋变大? 是为了变得更聪明 是的 我的脑子不灵 每次都要比别人慢半拍 老辈人笑话 我听他们说脑袋大的人更聪明 所以我想把脑袋变大一点 可是脑袋的大小和智力的高低 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一些拥有巨型脑袋的动物 比如说大象和巨头鲸 它们并没有展现出高人一等的指挥 有些脑损伤和病变 也可能造成反应迟钝 这样吧 你们先做一个头部的核持共振 看看有没有大脑损伤 头部核持共振费用600元 好的 你好 我也要做一个头部核持共振 1200元 你欺负我脑子不灵吗 什么 刚刚他和我一样做的是项目 你只收600元 这个我也没有办法 如果你和他一样 只有一个脑袋 我也收你600元 左脑和右脑是怎样分工的 从扫描图件来看 你的大脑并没有损伤 真的没有问题 你再仔细看一看 我觉得自己真的有病 第一次遇到希望自己有病的人 根据检查结果 以及我的经验 你的大脑真的没有任何损伤 让一让 麻烦让一样 碰花啦 他怎么了 他在外脑袋不灵光发愁 事外 等等 你走路的速度还挺快 你是 我是心理医生 我叫龙青草 我听说你想提个 嗯 治理是吗 我可以帮你 真的 但是需要你的配合 只要能变聪明 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咦不对啊 心理医生还能让病人变聪明 劳力开发也是心理学的一部分 人的大脑分为左右两个半球 一般来说 左脑控制身体的右侧 右脑控制身体的左侧 左脑主要负责记忆 诺 语言 逻辑分析 右脑主要负责直觉 情感和身体协调等等 而大脑下面的小脑主要负责运动 是维持和调节知识 精确运动的中枢器官 心理学的有些方法可以开发 大脑各区域的潜力 刚刚说大脑氛围 还有个还有什么来着 果然慢单拍啊 完了我一句都没记住 没关系你去我家 我可以给你做一个全方位的 劳力训练方案 太好了 神经草医生 太感谢你了 我叫冷静草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谢谢大家收看 拜拜